歡迎來到野菜露露 歡迎來到野菜露露 我們頻道是在做一些素食的料理喔 所以喜歡的話記得幫我們訂閱還有開啟小鈴鐺 然後去追蹤我們的Facebook還有IG喔 那我們今天要做的是塔香脆腸 那為什麼要做這道其實就是因為之前有在外面吃過這道菜 然後真的是覺得太好吃了 所以今天覺得要自己來試做看看 看會不會成功 今天準備的材料呢 杏鮑菇 大辣椒 再來就是慢慢的救成塔 因為是塔香嘛 好 開始囉 先拿杏鮑菇 然後把它撕成一條一條的 差不多大概這種重大小 我記得撥這杏鮑菇有技巧對不對 從弱點這裡 中間是弱點 這裡 一壓就開了 好 可愛 現在就開始水煮 杏鮑菇啊 它要煮過之後讓它的那個纖維比較有韌性 等一下擦牙線的時候就會比較好擦 不會這樣一碗就會動掉 等一下水灌了 就把杏鮑菇放下去了 只要燙個大概15秒左右就可以了 然後現在煮15秒之後呢 就可以把它拿起來囉 它現在已經軟掉了 現在杏鮑菇呢 在等它涼的狀態 所以呢 我們現在先來做其他的 就是先切 薑 老薑 跟大辣椒 薑要切片 現在薑跟辣椒已經切完片囉 所以我們現在就把九層塌了 把它去鮑 現在薑跟辣椒已經切完片囉 把它去鮑 現在杏鮑菇呢 已經兩個差不多啦 然後我們就要把這個 我們這裡要牽 拿一條主好的杏鮑菇 然後這樣穿 然後這樣穿 好 好啦現在就準備一鍋油鍋喔 然後呢 大概要燒到 至少至少160 160到180 等它溫度上來 就可以來炸我們的 串串 串串 不是脆腸嗎 串串 欸這真的超像串串欸 筷子已經有冒泡泡了 哇冒好多喔 這樣應該有180囉 170 180應該有 就可以差不多吧 杏鮑菇 對不對 脆腸 脆腸 脆腸太多了 那炸到什麼情況 炸到就是變金黃色 金黃色 你在幹嘛 我再試吃 看看有沒有賭 亂講 好啦現在就是炸完 然後就是 它稍微冷的 放涼了一點之後 就可以把它取下來 食材都已經備好了 就要開始 爆炒 先開小火 那倒麻油記得都要小火 加一點麻油 第一步就要先來煸薑 把薑邊的酥酥脆脆 現在薑邊的差不多了 它就已經Q起來了 Q貓 好 現在就把 那個 素脆腸 丟下來 然後這時候呢 就可以稍微火 可以開大一點 然後辣椒也可以下來 倒油 炒香 差不多了之後呢 就可以來加 醬油 我先加一湯匙 炒香了之後加一點糖 不用太多大概一小時左右 加一點胡椒粉 然後一點花椒粉 淋一點香味 然後再趕快把它 快炒 好 現在炒香了之後呢 加一點水 水要加多少啊 水大概 我現在大概 加一百星星左右 讓它那個醬汁 釋放出來之後 再讓那個杏鮑菇去吸它 讓它更入味 好 現在差不多快要受干的時候 九三塔 就可以放進來了 好像說大火快炒 炒到整個收乾 就可以光頭起鍋 好 現在做完要來吃一下我的 塔香 我一直要講肥腸 脆腸 塔香脆腸 它是脆的 所以是脆腸 我覺得很像耶 它真的很像 我覺得超像的 它這樣口感很多 就是因為你用手濕的 所以不可能每一道 都是一樣的 對 所以你這樣吃一吃 有的厚有的細 它咬起來有的是脆 然後有的是有點 什麼焦香 對不對 酥酥的 而且其實大小不一會更像 欸你旁邊那個酒一直放在那邊 人家以為你夜配 這不是夜配 純粹覺得真的超下酒 這是五酒精的喔 柴皮的五酒精的 不是夜配喔 純粹自己喜歡喝 喔這真的超適合下酒菜 那時候在 那時候在外面超這道菜的時候 就覺得這好適合配酒喔 好好吃喔 沒有我現在可以給我白飯 白飯 他也很喜歡吃飯 欸你有吃到薑嗎 有 這薑也好好吃喔 我其實不是一個很喜歡吃薑的人 但那個薑 搭在裡面一起咬 有一個解膩的感覺 那這次的食譜呢 我都會打在下面的說明欄裡面 那這應該是我 比較符合我的口味的比例啦 你們可以去試試看 如果想做的話可以去試試看 好 大概是這樣 可以參考一下 好啦那今天的 茶香脆茶 成功 成功 喜歡這支影片的朋友記得幫我們訂閱還有開啟小鈴鐺喔 然後要記得去追蹤我們的Facebook還有IG 嗯 記得喔 要去追蹤喔 下次見啦 掰掰 掰掰 你現在嘴巴還有 然後這樣喝 嗯 是不是 哇 是不是超搭的 好好爽喔 哈哈哈哈 哈哈